Hello 大家好 今日要講兩件事 第一是澳門統計局公布去年第四季 博彩業人力資源需求及薪酬調查結果 自去年底博彩業共有56613名全職僱員 按年減少1612人 當眾可觀有25164人 按年減少295人 去年12月博彩業全職僱員平均薪酬是23,440元 按年下跌4.9% 至於可觀的平均薪酬是19,800元 下跌6.1% 受疫情影響去年第四季 申請僱員只有174人 較去年同季的1,294人 大幅下跌86.6% 反映博彩業人力資源需求大幅減少 至於第二是澳門工聯總會 就發布了疫情下澳門僱員無薪假情況的調查 今次應該算是首次有團體做些比較有全面性的調查 調查是在上個月透過探訪和電話訪問的方式 一共收集到594份有效問卷 其中五成六的受訪者說在最近三個月 公司有實行無薪假或關愛假等措施 當中35%的僱員 每個月要放8至15日的無薪假 都幾多 文魚、博彩、酒店、飲食、運輸、倉儲、通訊等行業的僱員 放無薪假的情況是最嚴重的 佔比都是五成以上 至於九成三放無薪假的僱員認為都幾悲觀 未來三個月仍然會持續放無薪假 至於五成六的受訪者就說 薪酬減少了減幅以一到三成為主 大約兩成的受訪者就反映了 每個月的收入是不夠支付每個月的基本開支 而日常飲食、房租、供樓、水電、煤、通訊費 子女教育支出和父母的善養費等 是頭五項主要的支出 另外調查亦發現近八成八的受訪者 期望特區政府推出第三輪的電子消費卡 近六成受訪者更期望提早發放現金分享 錢是最實際的 針對調查結果 工聯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推出第三輪電子消費卡計劃 輸解民均 提振消費信心 促進來稅 為縱小微企營運提供支撐等等 近來很多議員和團體都促請政府要推出第三輪經濟援助 不過遲遲未有聲氣 香港又派五千元消費券 如果澳門有就希望政府早點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 想了解澳門的情況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